好 来关心的是国际间的重大消息 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 在6月份的时候发动兵变 发动政变 那么至今已经刚好满两个月 而最新消息根据多家的外媒指出 瓦格纳的首脑普里格金 现在是死于空难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是这个班机坠毁之后 现场浓烟密布 起火燃烧 而班机在垂直降落过程当中 是没有曲折转向的 当时这架飞机是从莫斯科飞往 圣彼得堡的途中坠毁 时间点就在俄罗斯当地时间23号 一开始传出是一架私人飞机 在莫斯科北部的特维尔州来坠毁 机上有10个人死亡 但是目前只有8具遗体被巡获 而根据CNN的报道 普里格金就出现在 这个失势飞机的乘客名单当中 另外组织指挥官乌特金 以及这个副手切卡洛夫 也都是在罹难的名单当中 根据了解这架飞机直飞航线 是莫斯科飞到圣彼得堡 CNN指出这一架班机 是属于瓦格纳集团的 而事实上普里格金 在6月底发动了兵变 兵变的过程短短不到24小时就结束 但是之后的行踪 一直都是受到外界的关注 虽然一度传出是流亡白俄罗斯 但是他不久前才透过官方的社群平台 来发布影片 宣称自己正在非洲 而且强调将让俄罗斯在各大州 变得更加的强大 同时让非洲变得更加自由 没想到如今就传来死讯 俄罗斯联邦航空署表示 官方已经着手在对这起飞机失事展开调查 根据乘客名单其中有普里格金的名字跟姓氏 而乌克兰的总统被顾问波多利亚科 问道指出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明年大选前 对于国内精英发出的一个讯号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到此事 他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在俄罗斯发生的一切 普丁都是幕后推手 好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 前空军的副总司令张延庭 来这个视讯 要来请教一下 到底这起飞机失事 这个坠机疑似是被击毁的 不知道将军您怎么看 我认为他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高受击弱 因为他是几乎是没有办法操纵 不可控的 他几乎是垂直的坠落 那可能是这个地对空的飞弹 把它做击弱的可能性是有的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已经 如果是一般的飞机的故障 它是会有一些飞行线 它是有些操纵的这种航机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看从坠落的这个影片来看 他的飞机的话几乎接近于垂直 换句话说这个机械因素可以排除了 如果是机械因素的话 他还可以有人为的操纵 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 还他的整个坠落的轨迹 不会那么的垂直 他会有一些努力 就是一些积极的人为操纵的这种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飞机击弱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要排除 第二可能性 机械的因素 因为这个现在的这种科技非常的进步 可以在飞行多少时间 把他的某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操纵组件 飞行操纵系动手脚 动手脚之后经过飞行 这个相当的时间 哪怕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动作启动了 启动之后造成他整个飞行操纵系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在这个状况下 飞机只有直接坠落 因为在空中的遭受的这些机械故障 不管是燃油系 或者是飞行操纵系的这方面的故障 那是没有办法在空中做处置 就是垂直坠落 所以极弱的可能性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极弱的可能性 有时候会有其他的碎片 分散 可能分散好几公里 但是他几乎是整个一体的 而且我们看从熊熊烈火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飞机的油量是蛮窄的 是要长程飞行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是有一段距离 那他在这个时间动手脚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政治的手段 政治的意图跟政治的目标 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普利格金既然是兵舰 是政变的首领 那在这一方面 从政治上来下手 从机械因素 或者拿这个防空飞弹 一语即弱 我认为不要排除这两个可能性 但是统话来讲 就是人为因素 他要取普利格军的性命 那刚好这个时候是最佳 在飞机上 而且有三个机组员 包括七名乘客 全部阵亡 而且目前巡获了八具遗体 表示在熊熊烈火当中 这种火势凶猛 以及他撞击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要去抢救这些 他们罹难者的这些大体 可能都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个人为的意外 是非常的清楚 好刚刚听到将军说呢 这个应该确定呢 是人为的因素 应该是被击落的 好所以现在看到呢 普里格金是不是 就是身亡呢 因为毕竟还有在名单上 但是呢 现在要看遗体当中 是不是有他 好我们待会要继续 跟将军来请教 那其实呢 这一起事故 这个国民党的前立委 蔡振元就预言说 俄乌战争 恐怕是会更加的血腥 好他在脸书上面 一个发文就表示呢 普里格金疑似坠机 身亡的一个同时 那么苏洛维京 也被证实 遭到撤职来查办 原因呢 是传出说 对于瓦格纳的兵变 知情不报 遭到清算整肃 而且现在是命运未卜 那么蔡振元就说了 普里格金跟这个苏洛维京 两个人呢 好可以说是 俄乌战争当中 俄方的两大功臣 普里格金呢 率领着瓦格纳集团 创造出佣兵作战 这个前所未有的战机 把巴赫姆特之战 变成了乌克兰军队的 一个绞肉机 好所以呢 让乌军在战役之后 变成了残兵部队 那苏洛维京的功劳呢 是他建立了一个防线 好让受过北约训练的乌军 败下阵来 大反攻变成了大败仗 那蔡政员就预言说 普里格金现在呢 看起来好生死不明 不过呢 传出说已经罹难的消息了 那苏洛维京呢 则是命运未卜 那普丁的统治基础呢 只能够靠一场更残酷的战争 来巩固 而现在呢 波兰跟立陶宛都一再的 发出要北约参战的倡议 所以如果说普丁的残酷手段 从兵电当中转移 用在了乌克兰 用在波兰 立陶宛上 那是不是未来更残酷的战争 会一再浮现呢 而且普丁说啊 绝不杀害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承诺 是不是也就会随风飘逝 好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将军呢 到底这个前立委蔡政员说 这恐怕残酷的战争 可能就要到了 不晓得将军怎么看 这个对我认为对乌克兰战局来看 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这是内斗 这是一个内斗 这是一个整数 内部的政治大整数 把普里格军拔掉 他会有另外扶持 他的我们叫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 他会另外做扶持 所以我都认为对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所能够发挥的活力 还是一如往昔 因为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 那个内部的政治整数 把这个不服从的 搞政变的 普里格军 把他把铲除 刚好 刚好整数的一干二净 然后至于在乌克兰战场 因为普里格军他毕竟 换个领导人之后 对乌克兰的这方面的 这种 这种军事上的压力 以及相关后续的军事上的 这种作为 我相信这个欧乌战争还会就持续下去 俄罗斯对乌克兰在这个夏季大访工 我认为他是不会松手 他也会发挥他的活力 所以认为双方在攻防之中 因为在夏季大访工 乌克兰是取攻势 俄罗斯反而是取手势 彼此方面都是在火力的发扬 整个大战场 大的这个战略跟战术 我认为是会持续下去 是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双方还会做更多的 这方面的厮杀 而且乌克兰即将获得 从河南跟丹麦 美国所允许的F-16的战机 会发挥一些空中的这种打击的力道 会给俄罗斯在这方面更多的压力 因为乌克兰取的是攻势 跟原来的状况是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俄罗斯 有很大的相当的战损 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俄罗斯会进行大的暴力 它是因为武器的提供 而造成战火的这方面的扩大 而不是因为普里克军 被格杀了 被整肃了 被在意外的这种 这种坠机事件阵亡了 而对这种俄乌战争 会有所很大的影响 我倒不认为 我倒认为是因为双方的攻防异手 这个乌克兰转取攻势之后 又拿到可能即将拿到 这个F-16的战机 它的飞行员也已经完训了 那至于什么时候 能够把这个F-16战机 运用在乌克兰的战场 造成对俄罗斯致命的打击 我认为这个也来观察 那至于整体的效果来看 整体的状况来看 乌克兰还是会比较占下风 因为毕竟空权的大部分 还是在俄罗斯的手上 因为乌克兰获得的F-16 还有它完薰的飞行员 毕竟是未有限 而且在经过这个未来的 作战任务之后 会造成战损 那在这个战损的状况下 那随着战损的提高 乌克兰的这个F-16 所能够发挥的战力 跟飞行员的损失 它也会造成它制空能力的降低 所以我都认为整个状况来看 俄乌战争 不会因为这个普里格军 这一次的坠机事件 而会有更大的变动 而是整个状况 经过这个战机的提供 会有一些逆转 但是效果会有限 因为提供的飞行 完训的飞行员 跟提供的战机 都是有限的 既然是有限 就会消耗殆尽 消耗殆尽之后 又会回复到原来的状况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